Hello,大家好,我是老许,我现在是在老窗胖,来这边已经七天了,已经礼拜了 想说什么人都用啊,我的脑子异力真的太差 随着开关呢,进来了很多国内的游客,还有一些粉丝也进来了 在南巴拉邦看到的更多的是,来玩的,自驾游,有开房车的,开越野车的,有开小轿车的,还有开摩托车的,都有 当然,进来更多的都是国内招老婆的一些朋友 你在这里,来窗矿都不一样,来窗矿你看到的更多的是,来投资的,有投资杀金的,有投资金矿的,有投资铁矿的,还有投资汽车矿的,还有投资水晶石的 当然,这边再不多,再不多了,有的来了一个把月,半个月,左拥右抱,还有苦苦煎熬的,老许就属于那个苦苦煎熬的,为什么这么说呢? 现在,来窗矿一个礼拜了,也很长时间没有直播了,女孩子找到了,茶山这边也躺好了,本来一开始打算的是去茶山上直播,但是去了之后,太偏了,没有信号,没有网络,一点网络都没有,那就再找吧,要么这是房子太贵, 要么就是,太远,太偏,要么就是房子太小,不合适,反正是想找一套合适的房子很困难,真的很困难 其实今天我真正想说的是,无论是来,从国内过来的粉丝朋友,还是在来我的粉丝朋友,不要骚扰我直播间的女孩子,真的不要骚扰她们,尤其是,南万,还有蓝迷, 我这几个直播间的女孩子都不要去骚扰她们,蓝迷,前几天我回去的时候,蓝迷和南万都给我说这个事, 老板还有他们几个都接到了通常的信息,接到了什么信息呢,就是通过这边的聊天软件,给他们开出了不菲的价格, 当然我知道这个事,肯定是在老国的粉丝朋友,不要这样,我知道你在这边也待着,也了解他们,了解老国的女孩子,首先,你不能说,没有一个是好的,哪里都有好人,哪里都有坏人,哪里都有好的女孩子,哪里都有坏女孩子,哪里都有坏女孩子,你们给人家发条信息,通过这边的聊天软件, 说让人家陪你一晚上,你给人家一百万劳币,或者五百万劳币,给你结婚,回中国,给人家多少多少钱,兄弟,你既然在了,我待着,你在这边也待了这么多年了,你知道这边的聊天软件,你不要去打扰他们, 你们给蓝连发个信息,人家和男朋友吵架,我在直播间里边,包括在视频里边,我都说过蓝连有男朋友,你给人家发个信息,给你生个孩子多少钱,陪你一晚上多少钱, 当然你开了这个价格,可以优过他们,我想说的是,人家不信你,本身咱们在这边,名誉,名声就不是太好,如果说你们再这样做的话,那名声就更冲了, 他妈妈也找到我,也说这个事,疯了吧,朋友,真的疯了吧,人家也十八九岁个女孩子,高中还没有毕业呢,今年就要考大学, 你跟人家开工与男朋友,价格干什么,还赔你一晚上多少钱,跟你结婚要多少钱,人家不是罗伯也不是白菜,这不是去餐厂买东西,人家是人的哥们儿, 还有就是我来到这边两天,阿里表姐就给阿里打电话,说有两个中国人去村里边,我打听阿里家在哪里住着,家里就一个老头,就我老娘人,你不要把老人给吓他了,真的不要把老人给吓他了。 没完了吧朋友,真的没完了吧,有意思吗?我在这边只是一个做短视频的,记录自己的生活,以前也就是开车车的一个司机,谈不上,我不惹事,但是下面那句话我不想说。 还有就是,我也提醒一下,在这边来旅游的朋友,还有来玩的,来找老婆的,前几天我听,这边那个帽子说,前几天抓了12个,为什么抓了12个呢? 是因为她和当地的女孩子,在某种场合发生了某种关系,以交易的方式,给抓了12个,发了多少钱我不知道,我只是听了一嘴,提醒这些来玩的朋友们,还有找老婆的朋友们。 不要去试图打扰我这边的女孩子,因为找老婆也要注意一点自己的形象。 请好朋友们,话不多说,我等下我也要去从,我也要去接一个从国内过来的一个亲戚,是我外甥。 当然她不是来找老婆的,也不是来投资的,她就是来玩的。一开始我说的是坐飞机来,但是她非得要自驾游,开车过来。 开车太累了,三天三夜,从我们浦阳开车开到这边来。累不累,真的太累了。 对路况又不熟悉,语言又不通。 好了,朋友们,我说给大家信也好,不信也好,总之不要去骚扰我这边的女孩子,想健康可以,通过当局。 这样人家自己来说不会对你有抵触,你给人家发个信息,给人家多少钱,人家对你是有抵触的。 拜拜。 拜拜。